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塔莎的花园 那在家里养植物呢 尤其是在高温 干燥 波动工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经常发现植物的叶片表面 出现一个个白色的密集的小斑点 这大概就说明了植物非常可能 生了一种我们常见的虫害 它叫做红蜘蛛啊 红蜘蛛是与满虫的一种啊 它经常继续在叶片的背面 大家翻开叶片的背面就没听得到 它的成虫呢一般是红色的 它的幼虫和卵呢是属于白色的 它的繁殖速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稍有不慎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我们整股主的一个死亡 那得了红蜘蛛应该怎么办呢 那今天推荐大家使用一种非常常见的药物 叫做阿维达玛林 它的试用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一般连续使用三次 每次间隔三天 喷洒在植物的表面 尤其注意喷洒到叶片的背面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如果你也喜欢原意 欢迎关注塔莎的花园 拜拜